國際Magic Show 您會魔術嗎 你不一定要像胡迪你一樣的 深海逃脫術 你也不一定要像David Blyan一樣 在空中八天八夜可以不吃不喝 各位觀眾朋友 只要你有一點點 你會一點點魔術 你就可以前來參加比賽 那飛哥我們可以報名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我們每週只留下一位 另外一位淘汰的人 將會很沒落的 會我們的鏡頭跟著背影 走出我們攝影棚 好狠喔 到時候你可以選擇你的眼淚 要讓觀眾看到還是吞到肚子裡 現在一起來欣賞一段示範表演 年累人大師 是1998年世界魔術大會的 亞軍喔 手法俐落讓人稱奇的他 豐富的表演經驗 讓他成為台灣 各大綜藝節目的寵兒喔 不會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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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劍耶 啊 蠟燭 蠟燭 砟燭 球 套盛 你放棄 軟� 火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厲害 好厲害 厲害… 為了保持我們今天的神秘感 我們就跟蓮老師多聊天 請蓮老師就座 來… 好神奇 好嚇到我們了 這個厲害… 太好了 今天有兩位參賽者 我們非常敬佩她們的勇氣 打頭正 第一位是一位可愛的妙齡少女 黃昕霖小姐的魔術 大魔鏡比賽規則 大魔鏡採單淘汰制 每週有兩位參賽者 參賽者於節目中秀出自己最拿手的魔術 經由評審的裁定後 淘汰一位參賽者 衛冕者將留下來 繼續接受其他魔術師的挑戰 長相甜美的黃昕霖 學習魔術只有一年多的她 是為了套男友的歡心 才開始學魔術的喔 她今天的表現 是不是也能套評審的歡心呢 這裡有兩條紅色的絲巾 超甜美的她 會帶來如何奇幻的魔術表演呢 大魔鏡馬上回來 中義大哥大 這裡有兩條紅色的絲巾 把它打一個結 打這個結的目的呢 是讓它兩條不要分開 非常的緊 然後麻煩腰帶 對 我應該不會碰到妳 不該碰到的地方 可以 碰到我 可以嗎 那 沒有 等一下再說 好 先這樣放著 好看耶 人家都說魔術師的反應要很快 可是其實觀眾的反應要更快 這個魔術才會成功 所以我現在來測試一下 像馬倩小姐 她的反應夠不夠快 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這裡有一條白色的絲巾 可以檢查一下 會 然後這裡有一個空的袋子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呢 我把這條白色的絲巾 丟到袋子裡去之後 妳的手舉高 這隻手 對 舉高 然後我數1 2 3 妳就把手伸進袋子裡 馬上把白色的絲巾抓出來大叫 我抓到了 好 要嗨一點喔 好嗎 OK喔 好 白色絲巾 放進去 OK嗎 OK 好 1 2 3 沒有 沒有… 沒有… 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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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都沒有耶 有啦 妳再試一次再試 對… 加油… OK嗎 真的 OK嗎…不要緊張 OK嗎 好 張 手舉高 謝謝 好 1 2 3 這樣都變了 現在都沒有耶 去哪裡喔 不見了 我的白色絲巾呢 我沒有動耶 怎麼可能突然不見了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隨便把魔術師的東西 變不見知道嗎 對不起啦 好 沒關係 我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它在哪裡 好 麻煩看著我的眼睛 好 我要從你的眼睛感應它現在 到底在哪裡 好 好 我在你的眼睛裡面 看到了 眼睛裡面 一個 飛鴿嗎 眼屎 我沒有這個 OK 沒關係 我們再來一次 好 好 請專注的想著那條白色絲巾 告訴我它在哪裡 你一定知道的 好 好 我知道它在哪裡了 哪裡 它應該是跑到了你 全身它最自豪的地方的下面 下面 我是說絲巾 絲巾裡面 絲巾 對 所以可以麻煩你幫我拿著這一條 好 然後我們一起往旁邊跨一步 然後拉開來 要拉嗎 對 好 1 2 3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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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喔 怎麼做到的啊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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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真的沒有穿通過嗎 沒有 配合得真好耶 像馬千 對啊 好 先請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歡迎第二位參賽者 吳振燕先生 今年只有十六歲的吳振燕 學習魔術已經五年了喔 個性內向的她 從小就立志要當一個偉大的魔術師 她今天能夠順利的挑戰成功嗎 吳振燕在錄影過程中 由於首次面對攝影機與水銀燈 平日就害羞的她更是顯現出緊張 即使是透過了麥克風 現場的所有人仍是聽不到她 細弱油絲的聲音 這樣的表現 會影響到她今天的成績嗎 一起來看看唄 有沒有聽過 逆滲透 逆滲透 有聽過嗎 沒有的名詞喔 太專業的名詞了 誰有聽過逆滲透 因為我亂講 他在搞笑嗎 就被我亂講的 對 我們都聽得很認真耶 對啊 我還幫妳解釋 原來妳亂講 妳不能變我 接下來我這邊有一個 像一個架子的東西看到 很清楚吧 架子 然後還有一個透明 兩個壓克力板 組成的一個透明夾把它架子 這邊還有一副撲克牌 然後呢 我要請王婉菲小姐 把牌洗到最乾淨 然後把它檢查一下有沒有任何問題 把它洗到最乾淨 最乾淨 我知道選人家的老婆耶 劉太太 要很乾淨 要非常非常乾淨 停 停 妳知道魔術師 還不可以在觀眾手太久 會怎樣 因為會冷場 會冷場 那趕快還給妳啊 謝謝… 妳這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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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給大家看 這牌真的是普通的牌 看到了 手法還不錯 整個練過的喔 被夾著 這張電影裡面看過耶 很普通的牌 可以看到 加分… 給鏡頭看一下 也給你們看一下 來… 很普通的牌 OK 我現在還是要請王婉菲小姐 幫我… 等一下在我撥牌的時候 任何一個位置隨便妳喊停 停 確定 停 OK 好 麻煩妳把這張牌記住 先不要看好了 憑妳女人的直覺 告訴我妳覺得這張牌是什麼 不要看 憑直覺啊 不知道對不對 不知道我們有什麼魔術師 不知道嗎 八桃A 八桃A什麼叫 什麼叫八桃A 八桃 八桃A 八桃A 劉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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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啊 你剛剛要說什麼 八桃A 八在紅桃 紅桃 紅桃… 紅桃A 紅心 紅心 紅心吧 妳知道這張牌是什麼牌嗎 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 撲克牌 撲克牌 對 好 OK 麻煩妳把這張牌仔細記好 OK OK Q 記好了嗎 OK 把它插到牌的任何一個位置 麻煩妳幫我插進去 好 隨便插一個任何位置 確定 仔細看好 所以她現在不可能做任何突出來的記號 我剛剛說過有一個紙牌穿透術 閉上眼睛 仔細看這裡 把焦點移動在這裡 好 這麼棒喔 閃落一地 然後呢 貼上去 怎麼貼的 是那個中間耶 試試看 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好厲害喔 好… 這兩位的表演 這個我們請剛剛前面的那位 興玲小姐 好 請一起到現場來 兩位年紀看起來都很輕 對啊 那就關於他們兩個人的表演 雖然我們覺得滿深色的 事實上他們兩位 任何一位都超過我們這些觀眾的能力 對不對 我們還都不會 對 真的 好 黏老師來跟我們說說看 以職業的角度看 他們哪些地方該加強 是 我先講這個吳同學 感覺得出來他是滿有那種渴望 將來立志成為職業魔術師的 這一個行業 對 因為你從他學的東西 這個內容上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這是要花苦心練的 對 雖然說感覺就是說 剛剛在他的表演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 他放了太多的點 跟這個表演其實沒有太大的關聯 反而把這個 轉移交點了 這個氣氛把它分散掉 對 笑話還滿冷的 滿冷的 滿冷的 冷笑話 他剛剛還說人家不要把場面搞冷 對 其實他一出來就開始冷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對 我們這位李欣琳呢 欣琳 其實他的颱風很放得開 跟吳同學比較起來 他就自然多了 那麼雖然說他的手法 沒有吳同學來的困難 那麼困難 但是他在鋪陳的過程當中 以及每一個重點 都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讓人家看起來就會很清楚 你在表達什麼 我這個魔術是絲巾不見了 然後變到這個位置 這個就落差就差在這裡 雖然說這個吳同學 他也有他的優點 他剛剛其實後面的部分 有一個漏死 漏死掉一個東西 你們都沒有看出來 我看不出來 但是他很激緊的 他還把他想辦法弄回來 這個 這個我們都看不到了 我們都有看到 平原也有看到 看到了 這個是專家的立場 才會知道說他哪裡 掉下了 這也是考驗到每一個魔術師的 這個臨場反應 這時候穿幫怎麼辦 我總不能說不好意思 我重來吧 對 但是他很激情的 在撲克牌又把它繡回來了 但是很可惜在最後 他沒有交代這兩片壓克力板 夾住撲克牌的過程 對 如果他能夠交代說 撲克牌原來是夾在玻璃片的中間 真的嗎 對…你不講 我們都沒注意到這件事 到現在還沒發現耶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一個缺失 好 當然蓮老師他也是有一票 好 現在大家開始研究一下 誰即將會離開我們今天 攝影棚的現場 離開喔… 離開喔 討論一下 誰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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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女生出去嗎 男生 男生 知道… 好 好 好 那麼我們剛剛經過一陣討論之後 大家都已經有答案了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請我們美麗的助理小姐 把答案拿來給我們 好 黃新玲小姐跟吳振彥同學 到底誰 今天要離開我們的現場 念到名字呢 就要離開我們現場 下週不可以參加我們的這個大魔警 吳振彥先生 小小年紀的吳振彥 因為緊張的關係 影響了她今天的表現 看著她的背影 我們不難想像她今天的失落與難過 儘管如此 她的手法仍舊受到評審們的肯定 相信假以時日一定能成為一位專業的魔術師 加油 吳振彥 歡迎您再回來挑戰 JP